編輯中如果覺得這個ad polygon的編輯 我們後悔了 我們希望能夠回到原狀要怎麼辦 同學你不用再把它捏回去 你不用再按這個 你不用再按vertise 然後再對這個點幹嘛 再把它搬回去 不用這樣做這樣太麻煩了 我們直接把整個ad polygon把它移除 這個移除要怎麼做呢 比較正規的做法是先結束指令 比如說你先回到ad polygon這裡 這個地方會變成反黑色 那代表說它變整體有沒有看到 就變整體就不是拆點線面 這時候你就直接確定是ad polygon之後 我們對這個地方做remove給它移除 OK你就按remove給它移除 注意這個不需要按著左鍵不放拖曳 然後你不用這樣按著它 然後拖曳到垃圾桶這邊來 不用這樣做 你看它禁止符號 因為這不是Protoshop 它不是塗層 它是指令下達 所以你就選ad polygon之後 你就對它直接按remove 移除它就回到方合了 OK 回到方合之後 如果你要繼續編輯點線面的話 怎麼辦 這邊再下指令 這裡 ModifierList按這裡 給它選了ad polygon 所以找到ad polygon OK 好 那我們就下這個指令 同樣如果說你要唸的時候 如果你唸ad polygon跟ad polygon都可以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操作 所以你自己看得懂就可以了 OK 好 那這個 那我比較習慣唸 polygon 所以我就直接編輯多邊形 像這樣 OK 好 那我們繼續講 你看如果按它 然後選了vertes 你會發現它這個變成說 它邊跟邊之間只有 佈這個各一個點而已 OK 那你線的部分按h有沒有 按這個邊線 你會發現它只有一條邊線 那你針對邊線的話 就這樣移動 那你如果選 polygon 選 polygon 那你會發現這個 就是一個大的面 看到嗎 可是我要拆的比較細則半 好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點它把它丟垃圾桶把它刪掉 那比較基礎的做法 從最一開始的布線方式 就是我們選到方格之後 就這個方格被選到之後 我們先給它做它基礎布線 就這基礎的那個segment區段的分布 比如說這個 這個landsegment OK 長的區段 給它兩段 給它三段好了 然後寬的區段一樣給它三段 好 你看這個地方就布成三段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它就拆成這個 比如像把它放大 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你給它分三段對不對 那代表說 段跟段之間會有一個交錯的點 所以這裡會有四個vertes OK 那同樣道理 你如果高度的部分你給它分 比如說 高度我用輸入 不要圈起來打6 enter 有沒有 高度六段 那所以從這裡開始呢 它就交錯的地方 就分成一個vertes的點 所以總共有幾個 1 2 3 4 5 6 7 總共有7個vertes 這樣你懂意思吧 OK 那邊的部分呢 它也是跟著被分割出來 所以這個狀態之下 如果說你給它這個segment 全部給它弄完對不對 同樣 那我們給它下指令 adparligon 你看我選擇adparligon 它就按照這個去分布了 所以按加號選擇vertes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是不是點 是不是就分成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四個點 看到嗎 OK 那上面的地方會跟著九宮格分布 所以你選其中一個點 然後Z軸往上拉 你看它只會針對它移動 其他都固定了 你如果今天給它選 age邊對不對 你要選到這個邊線 它只有這一段被選到而已 OK 這樣拉只有這一段被選到 你看到嗎 當然你可以同時選兩個 比如說我選這個邊線對不對 然後control按著不放 大家知道那個概念嗎 你自己看箭頭的部分 control按著你看是不是加 OK 好 那LT L的鍵按著是不是就變 簡看到嗎 OK 也就是說你如果control 你在執行選取當中的 control按住 這樣扭如果你給它按住 它會執行這個 箭頭 就執行這個加選 OK 如果L的鍵按住 它要簡選 簡選 OK 就排除你剛選到的東西 比如說我現在 你要選到這個邊對不對 Ctrl按著不放 然後選到這個邊線 比如選這個好了 那變成說 這裡跟這裡的線被選起來 你去執行AZO移動 它就這樣拉出來 沒有選到的部分 這個地方是沒選到 沒選到它就固定了 選到就移動了 OK 就這麼簡單 OK當然你可以幹嘛 按Vertes 你看我選這個節點 比如說我選這個點對不對 選它 Ctrl按著不放 然後選這個點 OK 然後Ctrl按著不放 再選這個點 所以這個點沒選到固定 那我們就按這個Y軸 這樣拖一 你看這三個點 都被我拖一出來了 包括Polygon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你選Polygon 然後選其中一個面 點到它 Ctrl按著再選這個面 點到它 你可以對它AZO移動 它再往內凹 把它往外拖 就這樣變形 你說在畫什麼 沒有我們就亂畫 就是我們練習點線面的編輯方式 OK 好 你要注意 這個叫Boulder B-O-R-D-R Boulder Boulder是邊界的意思 這個 這個叫邊界 那邊界是幹什麼用的 邊界是針對這個面 或是這個面以上的東西 被刪掉破一個洞 對不對 我們可以給它封閉 比較常用的是這個指令 當然它可以做其他設定 比如說舉例 我現在畫面上沒有破掉 所以你用邊界是沒有意義的 你按Boulder你去選 選不到邊界 選不到 所以如果你要執行Boulder的話 那你必須用Polygon 先把面刪掉 比如說我選其中一個面 選它 然後抵抵的鍵把它刪掉 你看 它是不是就破一個洞 對啊 這時候你用Boulder就可以選了 你選擇Boulder 然後你選這個框的邊 按它你看它變紅色 OK 那就執行封閉CAP CAP 封閉頂面 OK 所以我們去執行 下面這裡有一個指令 有沒有 如果這裡看不到 你要把滑鼠移到這裡 讓它變成一隻手 你不能這樣 這樣是展開面板 那邊一直手 然後按著它拖曳 超過畫面 沒關係 它一直往上拖曳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英文叫CAP CAP 封閉頂面 OK 按它你看就封閉了 OK 好就把它 把那個面呢 把它這個封合起來 OK 好 下面的元素 Elephant 整整體的意思 比如說點到它對不對 我選到這個 它整個被我選到 我們現在沒有做任何的 合併的3D 所以它這個元素 跟整體一樣都整體選到了 OK 好 你如果說給它結束回到AD Polygon 那就是整個 整個物件裡面包全部 OK 你後悔怎麼辦 後悔的話就是 結束命令AD Polygon 然後選擇remove 有沒有 就回到方合了 OK 所以它會隨著你當初的這個布線 來做分布 這蠻簡單的吧 OK 大家可以試按看 先練習一下那個AD Polygon 這個布線的關係 跟它的這個相關的案法 大家先試按看 大家試一下